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8日 已經是星期五 這麼快 二月過了三分二 因為二月沒有30日 所以二月是短一點的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澳門最新的收到一個 政府發出的SMS 從這件事可以推斷 其實 澳門 附近的地方 尤其是珠海 或者廣東省 可能 已經出現了一個大爆發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根據澳門的朋友給消息 他們說 很久 甚至乎應該從來沒有試過澳門政府發出這樣的SMS 好罕有 我先讀給大家聽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呼籲 如非必要 減少出境 做好個人防護 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群聚 往返諸澳兩地 遵從點對點活動手則 只在工作場所 居住地點或酒店 核酸檢測機構之間流動 乘坐交通工具時 做好防護措施 降低感染風險 現在的澳門政府這個SMS 基本上 即是 暗示 珠海已經大爆發 沒甚麼必要 澳門人不要回珠海了 因為澳門主要出境的 只有珠海而已 過不了香港的 只有去珠海 所以意思就是 沒甚麼事 不要去珠海 做好點對點 除了你上班的地方 住的地方 或是酒店 或是核酸檢測機構 不要到處去 很容易感染 這件事為甚麼會發生呢 因為他們說 由疫情爆發以來 澳門政府的資訊其實是很準確的 他們不會直接說 但是有些行動做了出來 大家就明白甚麼事了 他們不會寫到明 澳門封邊的省 那個省一定大爆發 現在 叫人不要出境 即是說 珠海已經大爆發 為甚麼珠海會爆發呢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 分析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也會在主頻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一起出擊 到時 希望大家也幫我們看上主頻道 因為經歷了一段時間 我們沒有在那裏上我們的 評論節目之後 訂閱人數下跌了 三千多人下跌了 除了訂閱人數之外 整體的觀看數也當然大跌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組織一下 當然現在 我們看到那個廣告受打壓的情況就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十條片平均有三條片黃標 這個情況也是 算是可以接受啦 比之前十條有九條黃標 就沒有得做 現在十條有三條都勉強可以接受 我們 都會 陸陸陸陸陸陸陸在主頻道 跟大家見面 users 分析下 香港 在14號的情人節 是這個是00時 Żeちょ好 1月 בח 由 東� compares 竟然有10人 車通往珠海 這件事 我估計就是澳門這次 Sami Bass他們的效果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想一下 為甚麼到處都不偷渡 是要偷渡珠海呢 肯定那裏 是容易入境 或者容易上岸 其實珠海的海岸線是很長的 一大段路 如果你有船 基本上一定會上岸 沒有人會阻止 由珠海到澳門 其實是一段海培 很長很長 那段海岸線 2月14日 有15個人偷渡 兩個人在湖南省的深州市 兩個人在廣東省的廣州市確診 即是四個人 其他那些呢 消息指 他們 在珠海入境之後 當局已經追蹤到12個人 他們其實去了哪裏呢 去廣州 深圳 佛山 東莞 惠州 湖南 福建 湖南那兩個人就確診了 他們在福建那裏不知道多少人 這批偷渡客之中 兩個人在湖南驗出陽性 兩個人在廣州驗出陽性 那麼去福建那裏呢 其他呢 根據廣州衛健委 星期三公佈 兩個分別是21和23歲的女人 星期一凌晨由香港入境 回到廣州之後確診 兩個人曾經去天河區太古會的LV Dior等名店 花刀區希爾頓酒店 搬如長龍 歡樂世界 南沙區的酒店 他們是偷渡的 偷渡入境 然後 然後 在長龍 收到消息之後 緊急消毒 大陸的資料公佈 確診輸入 病例1、2號 在閉環運至廣州醫科大學 附屬市醫院 進一步檢查和專家會診 診斷是確診 根據留學病學調查 兩個人 涉及的重點場所 剛才所說的 天河 新城木連莊酒店 工商銀行 遇風之行 LV路由偉登太古會 Dior太古會 華城路南山日 遼里 天河路 貓屎咖啡 廣州電訊 天河分公司 花刀區希爾頓 歡朋酒店 廣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 清真新疆伊斯坦美食 花刀店 南沙區 荔楓酒店 以及一樓外賣部71便利店 百年聯選便利店 然後還有潘儒的長途歡樂世界 糟糕了 這些東西全部都可能 就要做檢測 大陸為什麼那麼緊張呢 估計 這15個人 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大陸是很嚴慌的防疫制度 使得中國人沒有辦法回到他的國家 所以他們只能夠選擇偷渡 而偷渡的這個個案 我相信 這一次 是他們 賭破的 之前 沒有抓到的有多少人敢用這種方式偷渡回大陸呢 可能 是850個 可能 是1500個 而且他們回到去之後 就好像正常那樣 所以現在 澳門 發出這個那麼奇怪的短訊 可以告訴大家 珠海肯定已經是大爆發 而且確診的數字他們是隱瞞的 澳門 當然為了大陸的面子 澳門不會說穿的 所以 澳門人 自己要提防 要小心 竟然 要點對點 別去其他地方 如果要上班的話就去上班 住宅就做住宅 除非要做核酸 意味著爆得很嚴重 以往 在這件事被揭發之前 有多少艘船偷渡回大陸呢 他們對於大陸人偷渡回大陸 以往是不以為然的 肯定是這次出現了確診病例 而之前 你怎麼知道 不會有境內輸入呢 香港爆發了差不多大半個月了 所以 這班人 有多少人中了招之後回大陸的 不知道 也估計不到 另外廣州就這樣公佈 廣州星期二晚突然召開疫情記者會 交代有兩人 從愛市入睡 沒有透露過他們是由香港偷渡的 直到星期三 早上新聞公告才公開兩個人由香港入境 這件事真是很嚴重 現在 現在 我可以說 作出一個大膽分析 我不敢說 完全一定 一定的 但是 很明顯就是有一群大陸人 他們 知道香港大爆發了 又或者他們 是沒有香港的身份 唯一 就是回大陸 打算回香港 剛才跟 根據那兩個女人的軌跡 他們 在香港做甚麼 從事色情行業 從事色情行業 還是甚麼呢 在香港找到錢 就回大陸去LV買東西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真的不敢肯定 但是我傾向相信是這樣的 他們竟然確診後 會不會 好像香港當時爆了一個鳳姐群組 一大群人 嫖客那些全本都中了招 我最有理由相信 二十一和二十三歲的女生偷渡回大陸 他們本身來香港也可能是偷渡的 而這次 偷渡下來 偷渡上去 真正正正 出事就是這裏了 甚至乎 香港為甚麼會這樣爆發呢 源頭也可能是他們沒有人知道的 為甚麼會突然爆發得那麼厲害 所以這次澳門這件事 使得我有所啟示 我到時 不知道猜不猜得對了 大家看著你 這次時間 講到這裏